贝利亚打游戏的技术实在太垃圾了 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都困成狗了 再不睡觉的话 他就要咯屁了 他迷迷糊糊的来到杰德的房间躺下睡着了 这两个家伙竟然还睡在一起了 妈呀 飞来了一群蚊子 给贝利亚咬的一身大包 杰德 你别拉在床上了 你要是再敢放一个屁 我就把你扔到外面去 贝利亚刚要睡着 又传来一阵吵闹声 原来是小怪兽们在贝利亚家里开派对 嗨嗨嗨 你们这些小怪兽能不能不要再吵我睡觉了 再吵本大王睡觉 就去做一万个俯卧撑 快点 贝利亚回到床上 刚睡着 又又又传来一阵装修的声音 这回是赛罗带着一群奥特曼在修路 你们能不能不要打扰本大王睡觉 赛罗快带着你的奥特曼赶快走 这可不行啊贝利亚 我们还有一百个奥特曼没来 还要在这里施工一百天呢 要不然你就继续打游戏 或者你就搬家吧 救命啊 谁能来救救我呀 我真的只想好好睡一觉啊 以后我再也不打游戏了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